今天AT股推介第一只是交通银行 公司明年股息率预期超过9厘 加上淨利润有望稳步增长值得收集 交行截至今年第三季为止,高杠杆比率7.09% 较去年年底为止低0.51个百分点 处于稳健水平,并继续符合监管要求 彭博综合献商预测 交行今年和明年股息率分别达到8.9厘和9.4厘 彭博综合献商预测 交行今年全年的淨利将按年上升2.9% 增出虽然较去年为慢,但未来几年终会继续稳步上升 但投资者就适宜注意他们的正式差收集问题 今年头9个月正式差按年下降5个基点 公司解释主要因资产方面受到LPR下调 持续让利实体经济等因素影响 令贷款收益率按年下降得比较多 加上负债方面受到居民和企业投资和消费意愿下滑的影响 存款定期化的趋势明显 去通国际引述管理层说 多次削减LPR的后续影响 将为今年第四季和明年的第一季进一步显现 正式差可能会在明年的下半年甚至后年才稳定下来 2.57%表明进一步释放以促进净利润增长的空间有限 美银证券就说交口第三季为底 那个撥币率和撥币覆盖率都较同业为少 策略上彭博综合多家券商的最新预测 平均目标价是看5.14元 较上星期五的收市价高出10%左右 建议投资者在4.35元买入 先看4.75元 跌到4元就适宜自舍了 第二只推介港股是渣打288元 公司第三季表现理想 第四季收入预料会大致持平 管理层又调高 对今年全年值息差指引去到大约1.4厘 瑞银说 渣打的新指引意味今年下半年和明年收入会有所提高 今年撇除债务价值调整后收入预计增加13% 意味今年第四季收入是42.6亿美元 同时展现出硬性 今年全年性息差大约1.4厘 而明年预计1.65厘 较之前指引提高了5个基点 税信引述渣打说 富与客群的客户数目达到210万 资产管理规模目前是2280亿 富与客户占财富管理业务86% 这个业务聚焦在增加他们较少依赖市场的基础收入 以进一步提高稳定性和减少收益的波动性 以渣打的个人、私人和中小企银行部的业务当中 富与客户占他们这个业务 今年头9个月45亿收入入的63% 产生的有形股本回报率是26% 渣打的目标是2022至2024年 收入复合增长率达到10% 并在2024年将ROTE提升到30% 今年头9个月渣打的财富管理业务 收入债岸年减少19% 主要是由于业务所在的各主要股权市场 依旧低迷导致交易量下降 瑞信指管理层预计这个业务收入将未来两年恢复 财富管理业务和存款加上生产力举措 和增加更多客户关系经理将会推动ROTE 今年普通股权的一级资本比率是13.7% 主于13%至14%目标范围内的上半水平 本来曾重新打算在目标范围内的CTE1比率内 动态营运 瑞认为渣打很好地控制了债券市场变动 对CET1的压力 并且从强劲的金融市场业务收入中受益 并且从强务收入中券市场变动 彭博综合多间券商的预测 平均目标价是68.12% 较上星期五的收市价高22.7% 建议投资者在3.5%买入才看60元 这点在50元便涉及止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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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